蓝色的便利店招牌看起来实在不怎么特别 但走进店内却跟传统的便利商店有着天朗之别 架上陈列着上百种各国啤酒 这个上海大妈叫张盈替 经营杂货店已经十年了 但三年前面对电商的强势来袭 决定将杂货店的商品进行差异化 正好碰上进口酒商 到他的店里面买东西 就这样开启了他另一扇窗 由于上海外国人口众多 在口耳相传之下 这家杂货店越来越火 小小的店内有来自世界各国 超过500种啤酒 称霸全上海 张阿姨被封为啤酒阿姨 那阿姨不会讲英文吗 英文不会讲 沟通应该没这样的 Yes No 这基本上我没有问题的 虽然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但是店内每一瓶啤酒 什么口味成分他都亲自喝过 还介绍的有模有样 啤酒阿姨说生活 开心就好 他也因此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 这可是他开杂货店时 万万没想过的一件事